Hello 大家好 Dewire Lighting 是否只是賣燈牌的風扇 當然不知道 Dewire Lighting 會和很多不同的品牌合作 今次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Ring 這是一個Smart Doorbell 想看看它的實際測試效果是怎樣 隨便去影片看吧 Hello 這是我們公司的後樓梯 為何會在這裡拍攝呢 今天因為要測試一個 防洞門中的Ring 我應該試一下開門 之後它能不能倒磨的 出面了 我打算一下 這裏就是T1的實體層室的電梯門 這裏有兩層電梯 我今天要測試的就是這個 Dewire Bell Dewire Bell的名字叫做Ring 為何要測試它呢 它有幾個優勢 它就是用件衣服 不需要一定有濕條插著 而且它的敏感度 我不是只是今天試 我足足試了30天才做這條影片 因為我要確保它真的很穩定 稍後告訴大家它有什麼優勢 現在我就用第一身的感覺 我在電梯的門口 站著拍攝這個影片 我想告訴各位 現在這個Dew Bell的鏡頭 和我的距離是多少 我拿了一尺 我由Dew Bell 一直放在這裡 大約的距離 這個角度就是6尺 6尺 5尺 接近6尺 在一個這麼窄的地方 整個走廊這麼窄的地方 它都拍得很清楚 這樣才能夠發揮防盜的效果 這個Dew Bell 它本身是一個可移動式的 而且就算有人拆掉 偷走了它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資料 會更新到達到雲端 就算它偷走了也沒有用 光顧香港代理的行業 有什麼好處呢 假設真的被人偷走 在一個指定時間內 你向代理說回這個情況 當然是有購買紀錄 到時代理可以提供一個免費的產品 這個就是Dew Bell 另外這個 是插電的 都是Rain 它是一個鏡頭來的 這個鏡頭的角度 待會我再拍給大家看 剛剛就看了燈的效果 稍後我把這支燈拆掉 讓它亮 看看在曝光的效果之下 Rain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馬上去影片看看吧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我們灣仔市市一家的實體店 1800尺的實體塵室的門口 為什麼在門口拍攝呢 因為今天我想分享一個好的產品 給各位參考 產品品的名字就叫Rain 這個Rain 今天我們就講解這個Rain的Doorbell Security 的好處在哪裏 我們馬上試試各樣功能 現在我這個位置 由玻璃門去到這門 大概是5呎闊距離 其實是很窄的 現在用這個鏡頭來拍攝 其實只可以拍到部分 試一下我們現在用這個Doorbell 它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現在我用另外一個手機 去接屏整個過程 讓大家看看 了解一下它如何操作 以及它的效果是怎樣 如果現在我們用一個 打直的去看 這個螢幕好像一個坦白形 這個自平的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把它打橫是可以很彎的 好 試一下 你把它打橫 現在這個環境是很黑的 黑到的程度是多少呢 由天花到地面的距離 大約只有80個浪靈 80個浪靈是一個很暗的地方 好 試一下效果 各位看看 我把螢幕放正在Doorbell的正上方 我這樣對著它講完 現在各位看到的就是這個Doorbell的錄像 才可以用我手機來做接聽 這個Doorbell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這個距離 它可以整個畫面都看到 就是因為它拍到這麼闊的角度 例如 我在一個視頻給各位看 我這裡是商業利用的地方 一開啟就會拍完 拍完 拍完的好處就是 如果我放了一些貨物在這裡 就不用怕被人偷了 這裡很遠 這裡是一個電梯 如果你說在家用呢 因為我有些朋友問我 如果我住在屋邨的手廊很長 我怎樣做到防度呢 例如好像現在很流行的速遞 我放下貨物 這樣可以嗎 是可以的 我現在模擬一下 和那道門是一樣的直的時候 看看它拍到我多少 我們模擬現在是屋邨的大門 現在我站的角度 和多角是成水平的 其實它的彎是很厲害的 你如果稍微一點 就會見到你所有的記錄了 那就不用擔心 就把他的筆發尖在家門口陪回 然後突然貼一些記號在這裡 然後對這個單位做出筆發的行動 這個TOMEL我足足就試了30天 試了包括在我們公司 我又想到自己的家裡試試 還有試一下它用Wi-Fi Connect的速度 會不會很慢 是不是很難操作 試了之後非常流暢 在兩個地方互換Wi-Fi 在設置的時候 基本上兩三分鐘便是設置完了 還有它的DATA 會上升到Amazon的雲端 這個在Security 方面一定很放心 這個個人私隱就不會容易洩漏 現在我試一下進行升降機後 再出行升降機的效果給我看看 你看看 這麼大一個人玩升降機就是不適合 好 現在模擬了 出行升降機 整個畫面錄得很清楚 就算在房間和兩邊走出來 都可以看到 因為我曾經在這裏都試過失事 因為被人拿了一些東西 拿了一些貨走 我對Security 方面是很重要的 我現在試一下這個產品 那個Dawbell的功能 現在在它正前方面 按一下它先 按了Dawbell之後 它還有一樣東西很厲害 因為它是Alessa 旗下的產品 它可以將這個資料 立即使用你家的Smartphone Code Alessa 提醒你有人按鐘 當然你在APP上設置 有人按鐘你都會知道 這個就是它的包裝口 給各位看看 整個畫面都是用這個Dawbell去拍的 它的賣點 就是這個可以移動的 可以到處處拿的 我現在拿給大家看看 看看 我拿這個Dawbell 大家看到嗎 大家看到嗎 我這麼遠的距離 都可以拍得很清楚 這個環境 現在我特意把所有燈都關掉 其實是周圍很黑的 只要有一點點光 它都可以錄得很清楚 好了 另外各位都會問我 如果這個產品不是用插電 用電池 這個品牌Ring 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這個品牌的電池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所有產品用的電池 都可以降用 即是它們可以互相使用 我試了這個電池 這個就是包裝 我這個電池試了多久 我試了30天 它現在基本上只用了30%左右 我覺得都很合用 我們自己可以設定 或低電量時會通知你 這是一個很棒的優勢 好了 今次我們就講這個 Ring的Admin Jobel Plus 講完這個介紹之後 下一個就講另外一個產品了 各位剛剛看完影片的實拍 是不是覺得很棒呢 現在只需要免費登記成為我們會員 在影片下面留言TY 訂閱我們的頻道 求買Ring的產品 TY一定會給你一個驚喜的優惠價 想知道優惠價是多少 記得在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WhatsApp 92053831 我這個通知就會盡快回覆你的優惠價是多少 多謝各位收看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會不會 午茶 晚安 會不會 會不會 點 有 有